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31集,我们就这样好吗? 路易一个月内,最起码接到了十几通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绿洲,绿洲的画廊固定客户很多 要比青城这边的画廊,不知道忙了多少倍 可是他却始终舍不得回去 哪怕是抽一天时间 平日里,他和夏夏一起上下班 一有空就想着要带念念出去郊游 平时忙都没怎么带念念出去走走 他一直想找个机会,趁着他上幼儿园之前去旅游 这些年,他心中有太多的遗憾 想要弥补都不知道从何补起 那些错过的日子,错过也就错过了 往事不能重来 人生总是一路带着遗憾,一路前行 他无法选择,唯有珍惜当下 这几日,小敏和蓝青玄忙得焦头烂额 不仅需要上门维系客户,还需要去寻找新的画室 小敏又不好一直给路易打电话,便催着蓝青玄给他打 蓝青玄无法,只好说道 我的大小姐,我只是打工的 老板的安排,我能说什么? 小敏没好气,你怎么会是打工的? 你好歹也是合伙人吧? 合伙人只是说得好听 大股东还是路易啊 蓝青玄笑笑,他不回来,估计青城那边也忙 算了,我大不了不休息,多做些事情 小敏哀哀了一声,你说路易这人也真是的 上次做完展览,走了这么久,也不回来 一天都不愿意回来 我就不信了,他一天的时间都没有 蓝青玄,这说明他很信任我们 相信我们能把画廊打理好 小敏冷笑一声,他已经没心了 他的心不在这里了,真没有意思 他眉眼间写满失望 还记得当初刚办画廊的时候 那时的他可以忙到不睡觉 这里都是他的心血,他却不再珍惜了 他最近总是很怀念 那些他一路拼搏的日子 让他觉得这男人很上进 很有拼近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以前的他一无所有 必须靠这画廊证明自己 而现在他什么都有了 人是会变的,懂吗? 蓝青玄劝道,有些事你也该放下了 不该执着的,不必再执着 小敏苦笑,不再说话 蓝青玄拍拍他的肩膀 我们走吧,你别忘了 今天有位客户要看话 不去了,陆毅都不管了 我也不管了 你去吧 小敏拿起包包就走了出去 我回家了 上班时间,你回家干嘛啊? 蓝青玄问道 我回去睡觉,不行吗? 小敏美好气道 他的所有坏脾气 大概都发泄在了蓝青玄身上 他对陆毅总是笑脸盈盈 不敢在他面前发脾气 只能对着蓝青玄怒气冲冲 浑身捆满了炸弹一般 行行行,那我先送你回家 蓝青玄拿上车钥匙 这样够周到的吧 这周末,我们也给自己放个假 不要管了,陆毅都不管了 我们还管什么? 小敏说道 蓝青玄,可以 你去哪里我都陪你 好几次陆毅接电话 下下就在一旁 看到陆毅为难的样子 他忍不住说道 陆毅,你那边要是忙的话 还是回去一趟吧 忙是忙 但是,陆毅看起来有些烦躁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但是他又怕下下不开心 你回去吧 总不能不赚钱吧 下下笑笑 陆毅沉思片刻 那要不这样 我带你和念念回去 下下吓了一大跳 和你一起回去 我不想见到他们 他们指的是谁 陆毅心里明白 他不想和自己身边的朋友 包括父母见面 他有他的心结 需要时间慢慢抚平 所以他只能依着他的意思 不会的 我和他们没有住在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 离得很远 我们在绿洲待一段时间 这样可以吗 陆毅认真问道 下下低头 沉默片刻 才决定答应 那好吧 念念对要去绿洲这件事 很是兴奋期待 他没有出过远门 他问陆毅 爸爸 我们是去哪里 我们去爸爸住的家 也是念念和妈妈的家 陆毅解释道 以前他买房没注意 现在想想 小区里有幼儿游乐园 还有专业运动馆 他也算歪打正着了 下下倒是对去绿洲 十分忐忑 心中总是不安 但又不想陆毅太过为难 只能妥协 等到了绿洲陆毅家里 房子很大 念念兴奋地绕着客厅 跑了一圈 爸爸你家好大呀 陆毅笑道 也是你的家呀 以后我们经常来这里好吗 念念一口硬道 好的 下下一放下行李 就忙着打扫 房子好久没住人 还算干净 但还是积攒了不少灰尘 他正准备再打扫一下 陆毅便让他别再弄了 你也累了一天 别弄了 先回房休息吧 陆毅说道 下下第一次住他这里 还是不大习惯 倒是念念躺在床上 滚来滚去 一边滚一边说道 爸爸你的床好大 陆毅笑笑 不说话 下下 你真的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 买了一张两米的床 陆毅 一个人不能买大床吗 他觉得自己很冤枉 下下敷衍地应了一句呢 晚上 两人一家三口躺在床上 念念很快就睡着了 倒也不认床 这点还不错 下下却各种心思萦绕 难以入眠 陆毅见他 还不睡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我向你保证 我没有带过其他女人回来 家里有监控 你要是不信 可以找监控 下下无奈笑笑 我随口一问的 你还当真了 陆毅认真点点头 你不懂 我很在乎你心里怎么想 他好像更爱他了 更害怕失去他了 下下盯着念念熟睡的脸庞 低声道 其实你在绿洲过得很好了 你可以不用一直留在青城 陆毅叹了一口气 那你愿意来绿洲吗 如果你来 这套房子我过户给你 下下讶异地看着陆毅 他心里还是知道绿洲的房价 这套房子的地理位置很不错 在市中心 价值不菲 他说过户就过户 你 房子还有五年的贷款 过户给你之后 贷款我还会继续还的 下下知道 他是想和自己领证结婚 他摇摇头 我不想结婚 你应该知道的 陆毅 我只是想留点东西给你和念念 我还年轻 总不能早早写下一组吧 他自嘲地笑笑 下下 陆毅 你可以不要说这种话吗 他听了好心痛 陆毅 将他搂在怀里 和你在一起很幸福 又很害怕这幸福是昙花一现 他有时候 还是会在这段感情里 觉得孤独 下下又何尝不是呢 他转了一个身 与陆毅四目相对 看着他的眼睛 他忍不住捧着他的脸 轻轻吻了上去 很轻很柔 羽毛般扶过 他好似被电流击倒 整个人都紧绷着 太久了 每一次都是他主动 这一次 他带着补偿的心理 慢慢翻到他的身上 趴在他的胸口 一颗颗 紧着他的睡衣扣子 他几乎不能自持 因为他的主动 陆毅握住他的手 下下下下一点点坐在他的身上 有些艰难 但很快就顺利润滑起来 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干涩 这样可以吗 陆毅被撩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扯过被子 将他包裹起来 情欲在汹涌地流淌 他总是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什么 不能抗拒的是什么 他们都了解彼此 又好像什么都不懂 陆毅 别拿这招对付我 我百分百妥协 我能对付你什么 只是你有你的想要 我也有我的想要 仅此而已 下下腰都扭酸了 最后只能趴在他的身上 闷闷地说道 陆毅摸着他的头发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只要我们好好在一起 下下抱住他的肩膀 陆毅 我们就这样 就维持这样 我只想留在青城 不想来绿洲 我也不要你的房子 可以吗 这样就很好 至少这样 他觉得很安全 陆毅在黑暗中沉沉叹了一口气 好 我答应你 我会陪你在青城好好生活的 我会陪在青城